接下来自民地政府看到这种华社的反应 为了平衡 他然后又搞出另外一个报告书比较好一点 叫做方无报告书 方其实不是姓方 是美国归老的分 无就是无得要 以前我写一本书他还写戏 后来去世了 方无报告书 方无报告书就换合一下巴恩报告书了 就是说应该准许这些母乙的存在 接下来就到1955年的教育法令 教育法令那时候还是自民地政府 到了1956年就有拉萨报告书 拉萨报告书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提出一个 虽然他说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允许各种语言学校的存在 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呢 是要用马来以为这个教学媒介 现在还不能够实行 不过最终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就是导致了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路下来呢 就政府要实施一个单元媒介 他好像有在一个法令里面有说明说 部长随时有权利把这个母乙教育变成这个国乙教育 那个是在1961年 所以这个拉萨报告书就提出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呢 我过刚好就1957年就是独立 独立的时候本来有一个教育法令呢 是比较开明的 因为那个法令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认同马来文为国乙 但是应该呢 让各民族的乙文教育呢 自由去发展 这个在联邦宪法里面 在1957年教育法令是这么写的 联邦宪法也是提到的 宪法152条也是这么写的 但是问题是出在1960年呢 就出了一个叫大力报告书 大力报告书呢 就重申这个拉萨报告书那个最终目标 结果在教育法令里面呢 1961年教育法令就是要 整个学校 那华小呢就成为几种类型了 而且在那个21条A里面呢 26条A就提到说 部长随时有权力这个可以改变 改制了 改制 所以这个呢就好像当时华教新庸啊 是波纸上的一条神术 随时可以拉紧了 金刚库了好像孙悟空的金刚 金扎库啊 那个他一喊的话你就头痛了 就是他的小型 行为两之后 也不差 就是判断权形象